第七位 第六位 哎呀,現在吵了 哎呀,現在拍完吵了 本身是一條裙來的 哎呀,總之它是一條裙 Hello,大家好,我是馬歐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樂 來到2020年的第一條片 在2019年就嘗試了很多個第一次 但是呢,令我最難忘最難忘的第一次 小弟的歌曲大網上家 入了903專業推介第四十個禮拜 很有幸地入了榜 非常難得,也是人生的第一次 假設我很開心可以參加《斥殺我坦》頒獎典禮 但是今年就因為頒獎典禮取消了的關係 而且在頒獎典禮取消之前 我已經準備好出席頒獎典禮的這套衣服 而且因為我從小到大 每一年都會準時1月1日收睇《斥殺》頒獎典禮 無論是電視也好,網上也好 而且我都會很注重 每一個歌手穿的套衣服 他們穿的衣服、他們的打扮 所以今天想拍一條影片去分享 《我最難忘的斥殺造型》十大 《我最難忘的斥殺頒獎典禮造型》第十位 《我最難忘的斥殺》 《我最難忘的斥殺》 他們入選的歌曲是有 《明愛的暗戀報》集社、《女后男生》、《幻貴》、《愛情多入樽》、《戀愛大過天》、五首歌 同時他們也得到了三個獎 他們得到了《戚冊樂壇新力軍》的組合金獎 《戚冊樂壇我最愛的組合》 和《戚冊樂壇》的組合銀獎 所以當年看這個頒獎典禮的時候是很印象深刻的 第九位 來到第九位就是小神愛 為什麼是小神愛呢?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概念是非常強的 他們在17、18和19年裡面 他們這三年的造型都是由一件Vintage的Trench Coat去演變出來 幫他們做衣服的這個designer就叫做Toby 我覺得他這個概念是非常環保之餘 亦都令到他們有一個很好的連貫性 第八位 來到第八位令我很難忘的就是黃絲 Yvanna 因為他每一年的衣著打扮 都跟所有歌手的風格是很不同的 你會看到他選擇的品牌裡面 就是由Victor & Rolf到Junior Comedy Casson 這些牌子他都會嘗試去穿的 我覺得是非常大膽的 別樹一格 以及望遠都覺得是非常有Yvanna風格的感覺 第七位 是2017年獲得歌曲獎的這套衣服 他們印了他們出道的那張照片 是一件超級過重的T-shirt上面 我知道Wyman這麼多年以來 都很希望可以幫S17寫到一首歌 進去叱測歌曲獎 終於來到他們重組的第一年 一首歌Girls Girls Girls 終於可以獲得歌曲獎 所以我覺得是有雙重重大的意義 第六位 好了來到第六位 就是Carrie 吳如飛 由他出道的Cookies開始 跟著他就去到乒乓 跟著去到他第一首單飛的歌 我們變成恨你 就已經獲得歌曲獎 跟著就每一年 他的穿衣的風格 都很有型格得來又很華麗的感覺 而另外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在2014年憑著《嚴善》這首歌 獲得歌曲獎 穿著的這套 Tony Matipsky 這套白色很華麗的晚裝裙 我覺得這個裙又有一種型格的感覺 但又有一種很高尚的歐美風的感覺 非常襯Carrie的個人性也好 以及他被人的印象的感覺也好 也很襯他當時在做的音樂 第五位 接下來就是1995年彭琳 得到這個女歌手金獎的這套衣服 這套衣服是極度的前衛和有型的 當時可能全部的女生都會選擇穿裙 穿得很grand 他竟然選擇了穿一個服裝 而且你會看到他整套衣服的cuttings 都是很現在這個年代 Tom Brown的感覺 而且重點就是他還要綁著一條很粗很有型的一條胎 做一個亮點 我覺得整個total look很完整 都是在彭琳身上有這樣的造型 是很有新意的 第四位 就是Beyond的黃冠宗 是1999年參加青衫樂壇穿的這套衣服 當時黃冠宗的這個衣著 簡直是帶領這個潮流的先鋒 你會看到他是穿著一個毛毛褲 裡面是沒有了衣服 然後戴上一些頸鏈好像choker的感覺 就出席這個斑準點 再加多一副超 簡直是充滿這個rocker的味道 真是想不到原來在1999年的時候 已經有流行choker這件事 第三位 第三位就是Eason 陳奕迅 如果你看過去 過往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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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的造型 Eason都會選擇戴一些headpiece 另外最難忘的是有兩套look 第一套就是2013年裡面 穿的push button的紅色格仔西裝 我覺得這套西裝很fashionable 還有軟軟的頭髮 好像jacklock的髮型 我覺得很好看很喜歡的 另外也很印象深刻的 就是2003年的時候這個造型 當年的主題就是遊樂場的最後勝利 所以Eason就做了一個公仔的headpiece 帶著充滿這個喚美 非常貼合這個主題 第二位 來到第二位了 沒錯 就是用造型 我特意選了兩套衣服 首先說到09年 09年的這套Fiktor & Rolf 我覺得這套衣服 是Fiktor & Rolf的Couture 那麼多個系列裡面 其中一個最signature的系列 另外就是16年的這套McQueen 因為Joey每一次出席 都會很悉心地打扮 令到我 所有觀眾看他都會覺得 哇!眼前一亮的感覺 在說第一位之前 我很想提及一下一些DJ 因為每一年 Tick Start的主題都是非常特別的 而且所有DJ的dresscode 都會背上他們的主題去配襯 我最難忘刺冊頒獎勵造型 自尊造型 好了好了 來到第一位了 我想大家都心裡我所想的 他就是 the one and only 王菲 沒錯 大家看看他1993年 穿去刺冊的這套衣服 現在2020年了 隔了26年 你看看這套衣服 完全是超有型 超 modern 我想這套衣服隔50年看都會很有型 當時他是憑著上網歌曲 多得他 嘩!熱到爆炸 撿迷不悔 嘩!熱到爆炸 劉飛飛 嘩!熱到爆炸 冷戰 嘩!熱到爆炸 亡掉你將亡掉我 貴鹤峰 熱到爆炸 不在意氣 熱到爆炸 Summer of Love 熱到爆炸 魚峰 熱到爆炸 九首上網歌曲 四首No.1 拿錯Tick Start Outta Lui那首金獎 王菲無論是他的造型上也好 音樂風格上也好 唱腔也好 音樂事業裡面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最最最最最最最前衛 那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想參考他這麼前衛的膽量也好 或者是他穿衣的風格也好 那但是 真的沒有人可以超越他的 在我眼中啦至少 好啦 那講完我最喜愛的這幾個造型之後 那我就想說回我為了本身參加今年的 青山樂壇頒獎典禮準備的這套外套啦 我和我造型師Derek溝通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學樂樂學 我很想有一種很有學生的感覺啦 但是呢我亦都因為是我第一次的關係 我希望可以感覺上很華麗的 那我希望可以把這兩個 學生和華麗的element 混合在一起 所以呢首先找了這套 Tom Brown的其實是一條裙子來的 我假設因為我不知道台是怎樣 還有我不知道有沒有出場的那一幕啦 因為每一年都會有一個出場 然後走一個樓梯下來的那樣 是不是 本身呢我們就設計了 我背著這個Jansport的背囊 走這個很長的樓梯下來的時候 特地加了一個很長的Train 在這個背囊下面 那我就希望走樓梯的時候 就有一種嘩 又有書包 又有一種華麗的感覺 那我也都很希望 在2020年裡面呢 我可以有更多的歌曲可以入榜啦 好希望在2021年裡面呢 我可以真的有機會可以參加這個頒順 今天這個就當是一個禦集啦 好啦不知道你對我這套衣服 有沒有什麼comment呢 如果我下年這麼幸運 上到榜 有機會參加叱測 穿什麼好呢 如果你有什麼提議的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的 其他的一些叱測的造型呢 是令你們非常難忘的 你們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就知道的 好啦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呢 希望你們會按一個like 還有記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的channel呢 逢星期二和星期四的9點鐘呢 就會有新片推出的啦 你開了一個鈴鐺呢 我有新片推出的時候呢 你才會用到reviewcation的 好啦 現在讓我穿這套衣服 出街拍D shot給大家看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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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